大家好 这里是午餐17天 我是老素 门口一只龙猫 店内一对家人 三渣的酸与破合的润成就了这家店 前者几乎全身 后者抚慰人心 这家店位于梁道街 赵氏府油饼包烧卖的鞋对面 在市井七夕的小摊饭中 装修和食物都拥有着格外的清新硬子风 日本很多小店都是这种调调 店内的顾客多半都是少女 所以进到店里面那个气氛 就感觉散发着少女独有的体香 特别是在酷暑难耐的七八九月 吃上一碗冰粉 看着亮亮的萌萌 心里都是冰冰的 每天都要卖出无数份 同堂打底的前男友冰粉 平堂打底的前女友冰粉 这在感情的路上 如果没喝过几件啤酒 只做不出这样的招牌场面 注定是一家有故事的店 我点了一份微薰葡萄 和一份玉尼厚奶 桃桃汁淡淡酸甜 与牢骚的微微酒香交相会印 一口一颗冰镇葡萄 杏仁心皮 玉尼厚奶 由大鱼园小鱼园 红豆雪糯米糯米小原子西瓜 组成的甜品天团 淋向蜜汁奶浆 一勺熬下去 多半都要从瞳孔里溢出 嘴角开始上扬 这可能就是甜品的魔力吧 如果你呢 有些事让你不愉快 或者是有些事情想不通 我建议你可以跟我一样 选择来到燃道街 这家小小的店 去品尝一下 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这里点上一份前男友 或者前女友 可能你会有更深的理解 我觉得甜品最大的魔力就在于 它能够抚慰你的内心 让你变得没有那么嚼唆 还准你的压力 就像一个倾听者 在听你说说你的疑惑与悲伤 好了 如果有点不开心 可以来这家店充中店 如果喜欢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点赞 转发转发转发 三连三连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了 老板好帅啊 我已经怀疑我是一直被掰弯了 金子老板真的好帅 我看女老板看的都不多 我一直盯着男子玩下来 老板是老板呀 真的 我真的觉得老板长得好好帅 我也要瘦下来 我也会那么帅 怎么样这么铺点是不是很帅 怎么样这么铺点是不是很帅